一山了,两人是在《家有儿女》当中被大家关注的,两人从小就古灵精怪,加上都是北京的孩子,从小一起长大,还一起读大学,感情好到不行。 杨子出道至今参演了不少的作品,从《战长沙》开始,大家就感受到了杨子的演技,而去年的一部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让杨子爆红,演技精湛,枯细唯美,让很多观众动容。 杨子出道至今也总算成了当红的女星了,而在一次采访当中,主持人就问了这样一个刁男的问题,就是问杨子有没有被钱规则过,虽然杨子在娱乐圈待的时间很久,但就算是一个很老道的女星,被问到这种问题,一时也很难回答吧。 杨子当时就被主持人问懵了,好在一旁的张一山陪着自己,张一山听到这么刁男的问题,还没等到杨子想到怎么回答,自己就先帮忙回应了。 张一山直接说,宋丹丹妈妈很照顾我们,意思就是有宋丹丹的照顾,加上有其他贤辈的照顾,谁都不敢对杨子怎么样。 不得不说张一山的回答太机智了,虽然平时和杨子老打打闹闹的,但是在关注。